众说蓝谈风云,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 NBA知名记者沙姆斯·沙拉尼亚最新报道,老英管理层将重新考虑胡人交易截止日前提供的交易方案,将特雷扬放到谈判桌上,有意愿将特雷扬交易去胡人队,这笔交易一旦达成,胡人很可能又面临引进威斯·布鲁克那样的糟糕局面。 詹姆斯一直推进交易,引进特雷扬,相似的剧本在2021年夏天上演,詹姆斯和戴维斯迫使胡人与其才发生交易。 胡人的确需要交易来全明星球员,也有筹码完成这个计划,可交易对象绝不应该是詹姆斯点名要的特雷扬。 沙拉尼亚透露,胡人愿意送出2024年、2028年和2030首轮选秀权,以及巴村磊和拉塞尔换特雷扬。 交易截止日前,老英拒绝了这个方案,随着附加赛布迪公牛提前结束赛季,老英管理层愿意重新考虑接受胡人关于特雷扬的交易方案,等待胡人的赛季结束后双方进一步讨论并达成交易。 老英36胜46负,附加赛输给公牛,特雷扬12投4中,拿到22分10助攻,主要得分来自于罚球。 无论特雷扬个人能力有多么出色,胡人管理层都需要拒绝这笔交易,篮球并非堆积球星就能赢得胜利的运动,需要五个合适的人搭配在一起产生良好化学反应。 从这方面来说,这支胡人队的阵容无疑很适合一起打比赛,强行拆散阵容,换特雷扬只会重蹈覆辙。 假设詹姆斯续约留在胡人,引进特雷扬组成三巨头,会发生什么? 必须要认清一个事实,詹姆斯12月份就年满40岁,竞技状态与健康都充满不确定性。 按照最乐观情况估计,就算詹姆斯下赛季保持本赛季71场出勤率,场均延续25.7分8.3助攻7.3篮板的输出能力,胡人将控球后换换成特雷扬的效果不会更好。 特雷扬需要大量控球权,本赛季场均18.7次出手,甚至高于詹姆斯的17.9次,胡人无法为特雷扬提供大量控球权和出手机会。 特雷扬的情况和威少联手詹姆斯前类似,威少在火箭与奇才的出手数分别为22.5次和19次,交易到胡人后出手数下降,控球权也掌握在詹姆斯手里,沃格尔和哈姆都没办法让威少与詹姆斯 产生化学反应,佩林卡只能及时止损,赔钱卖出威少的合同,换来拉赛尔。 特雷扬带队赢球能力也备受质疑。 他本赛季出战54场比赛,老鹰只有22胜32负,胜率40.74%,职业生涯在老鹰出战407场,拿到183胜224负,胜率也只有44.96%。 当特雷扬缺席比赛时候,老鹰至少能保证5成以上胜率。 所以,将特雷扬定义为若对数据刷子较为准确,很难期待他在詹姆斯和戴维斯身边打出更好的比赛,实战效果很可能低于拉赛尔。 拉赛尔本赛季76场比赛,场均32.7分钟出场时间,攻下18分6.3助攻3.1篮板,投篮命中率45.6%,三分球命中率41.5%场均7.2次出手,命中3个。 经过两个赛季的磨合,拉赛尔也基本找到了与詹姆斯一起打球的方式,彼此赛场互动良好,也不再需要磨合。 可以预期到,手里没有球权的特雷扬只会是詹姆斯身边的威少。 何况,特雷扬的防守更糟糕,拉赛尔的防守达到及格线,身高1米93,高出特雷扬10厘米,对抗比他更占优势。 特雷扬一对一丁人防守,防挡拆绕掩护,防无球跑动都低于联盟平均水准,老鹰战绩不理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一套有效的防守体系掩盖特雷扬这个防守漏洞。 特雷扬与李福斯同时出场,首发阵容中就会有两个防守不弱环节被对手点名攻击。 最后一个原因,特雷扬的合同还剩三年1.4亿美元,未来三个赛季平均薪水达到4666万美元,这对胡人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薪资负担。 戴维斯刚续约三年1.87亿美元,詹姆斯也预计将续约三年1.6亿美元再吃进特雷扬的合同,胡人每个赛季将面临1亿美元巨额奢侈税。 随着热火击败了公牛,提胡在没有西安的情况下仍战胜了国王,本赛季东西部的季后赛席位和对阵关系已经全部出炉。 凑巧的是,此前东西部决赛的对手又再次相遇,而且西部依旧是绝金拥有主场优势,东部则是凯尔特人掌控着主动权。 这一次,两组系列赛是否会有不同的结局,大家拭目以待。 毫无疑问,胡人和绝金的较量,尽管可能在实力方面看上去比较悬殊,但这却是最备受关注的首轮对阵。 在系列赛G1开打之前,胡人官方更新了球队的伤病报告,其中,农眉虽然仍因为下背部酸痛的问题处于伤病名单当中,但是他的出战状态已经从附加赛的出战成疑升级为了大概率出战。 基本上,农眉肯定会出现在胡人的首发名单当中,而且从他的出战状态升级来看,农眉的身体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这段时间的休息对胡人的帮助很大。 除此之外,詹姆斯也是大概率出战的状态,剩下的伍德、范德比尔特、西菲诺都没有什么变化,他们仍旧因为各种不同的伤病问题确定缺席G1。 比较让人头疼的是胡人替补前锋卡姆·雷迪什,因为他突然出现在了胡人的伤病名单当中。 根据胡人官方的消息,雷迪什因为右脚踝扭伤,他确定缺席G后赛首轮G1。 站在胡人轮换的角度,其实雷迪什打不打,还真的对胡人影响不大,因为在临近G后赛的阶段,他并不在胡人的核心轮换阵容当中,附加赛也没有出场。 但正是因为这样,雷迪什的受伤才让人感到离谱,你这都没有出场打球,然后就受伤了。 这情况跟伍德几乎是一模一样,后者也是在全明星假期的时候突然说膝盖酸痛,然后就开始了养伤的状态。 这么看来,胡人基本也指望不上类似雷迪什,伍德这样的球员了,对于胡人而言,能够保证现有的阵容健康,几后赛也够用了。 只要不出现额外的伤病,至少胡人本赛季可以说是没有遗憾了。 另外,从某种情况来说,能够长时间保证詹姆斯和农眉的健康,尽管胡人最终只是以西部第七号种子的身份进入季后赛,他们的常规赛也算是成功了。 而且从詹姆斯的表态来看,他现在的身体状态很好,至少比过去这个赛季进入季后赛时要好很多,这可以让球迷们稍微对他季后赛的整体发挥抱有更多的期待。 詹姆斯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本赛季进入系列赛的时候,相比此前的西绝,我的节奏要好很多。 包括身体上和情绪方面,所有的一切,因为我此前在常规赛的最后两周到经历整个季后赛, 我伤得很重,我不是百分之一百的状态,但我不认为现在有任何人是百分之一百,这没关系,但我的感觉肯定比过去这个赛季要好。 很明显,过去这个赛季,詹姆斯一度需要在脚上带呼锯,最后仓促复出。 然后在西绝之前,他经历了和辉雄的厮杀,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孟菲斯虽然在西部,但是和洛杉矶的距离比很多东部球队都要远。 之后和勇士的系列赛,詹姆斯需要经历各种奔跑,几乎是场场脱水的状态,这一次明显修整了半周,再去挑战绝筋,胡人整体在身体状态方面是要比之前更好的。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胡人后卫里夫斯就强势表态,他们的更衣事从来都没有谈过避开绝筋的话,大家的心态都很一致,那就是复仇,这是胡人进入季后赛的心态。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兄弟们大力支持,最后千万别忘了给球也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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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